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神鬼奇航 细说只为朵树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连针这一颗无鬼星 活叫,讲多事轮回 道叫,求气势飞仙 儒家思想,谈死或见泪主泪中 基督教等待审判 是去天堂还是地狱 无神论者说 人死即以灰灰烟灭 到底要信谁呢 这是一般社会人的质疑 今天透过分享只为朵树 这一颗连针星 属于变化多种 当然在神话的传说之中 他就是所谓的 作往身边的奸臣 当然,世间、世中 这有历史去评论了 我们针对连针这一颗都变化的星 在执行的过程之中 当他碰到 萨星跟化际星启动时 在活教界的轮回转世之中 他属于炎罗殿的炎王 在道教里 他要面对的就是所谓的魔鬼 在儒家思想中 在儒家思想中所代表的 就是命主自己累劫转世的 主辈的业力因果债 在基督教中等待审判的 就是弹钉神启中的第九层地义 掌管的就是撒旦 首先分享通灵人帮邪者处理 一家人发生联系生病发烧的情况 通灵人展开 最终看到邪者家的贴身西空仙 给开门了 就直接进去了 通灵人说 他家墙上像有一个挂着壁钟 但是那个壁钟不是一个钟 而是一个黑色的 有点像鬼的那种 就活叫壁画中 鬼的那种形象 立鬼的头挂在墙上了 当时通灵人的感觉 是说这个挂着扁平鬼头 就像一个厨房的搓油烟机的出风口 这个出风口是连接到另外一个时空层的 主持人这个时候 请通灵人说 你可以问问啊 那个挂的是什么东西 通灵人说 是他过气的亲属 主持人在问 那就是有过气的亲属 没有送走 是不是啊 还在他的家里 纠缠着 同灵人 一问 才知道是挂着往生的爷爷 主持人说 你问问他 那个爷爷在他家干什么呢 同灵人说 挂着家的爷爷他不干坏事 他只是锁着他们啊 另外一个同灵人过来啦 他也问到说 那他为什么没下地府到地域去报道呢 主持人就说话 那是因为有牵挂 同灵人在问 他可能还牵挂着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就是携着的奶奶 他奶奶还活着啊 那为什么黑白无常没给他接走呢 这是在旁边的另外一个同灵人 就这样子问了 牵挂就可以不去地府吗 鬼自己说了算吗 使得正常人估计没有不牵挂的啊 这个时候就有先说话啦 说是落网之遗啊 主持人就说 因为有牵挂 所以他不想走 这个里面就涉及啦 你问问他为什么不走呢 同灵人说 祖宗三代啊 多相互的纠缠啊 地府有香火 为什么不归对呢 同灵人就问问那位往生的爷爷说 那爷爷就说 我不爱去地府 主持人就说 还是他不想去 你问问如果不去 对他们家有没有黄爱啊 对写者本人有没有黄爱啊 这是个重点啊 主持人在问说 其他的人 可能出这个事 那个事啊 同灵人 写着的爷爷说 福底抽薪 主持人问同灵人说 请他讲讲 什么是福底抽薪呢 同灵人说 他们家断了香火啦 哦 这个时候同灵人 才说 因为斜者的妈 不能闻到任何烟味 所以在家里既不让抽烟 也不让点香 因为刚才 就说了 不点香 不上香火 他们就吸不到能量啊 主持人 就说 哦 原来是斜者的妈 不让点 那这不就出了矛盾了吗 同灵人说 没办法 斜者的妈 一闻到烟味 就会出现哮喘啊 的症状啊 主持人说 那你跟他商量商量 你说 那他还不如去地府 地府呢 现在正在欢腾啊 要往方程上面来搬印啊 沿路上都会有香火啊 同灵人说 因为一开始 他 爷爷就在这 爷爷在这里 就相当于 前面提到的 那个 出风口的那个 往另外一个时空的通道 他爷爷住在这里 就是担任代理人 就是担任代理人 他爷爷还能够招呼 疫情 祖辈的 祖上的 这些往生的亲属 统统回来挂在 那个鬼头的图像上 这就像 类似于 一个出风口 他能招呼 疫情 又疫情的 这一点 非常的重要啊 因此 同灵人 也问了 地府的 钟小妹说 这是 孤魂野鬼啊 带走一个 还来疫情 另外一个 同灵人说 整个家的鬼都在家里 那家鬼在家里 家鬼不隐 野鬼不会来啊 那就对了 因为他们鬼都是 一群一群的 谁没有好朋友啊 呼呼引伴的啊 接着 同灵人就在问 那邪者的奶奶 去不去地府啊 主持人说 你就请他 带着那一群 多去地府呗 这个时候 同灵人看到 那个 野野 眼巴巴的 有点 舍不得走 哈哈 但还是有点 犹豫啊 主持人说 你不走的话 你这连个香火 也没有 你说 你说你想照顾他 结果 缓而起了作用呢 另外一个人 通灵人 特别说了 鬼的能量比人低 身边有鬼的话 容易把人给拉垮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 通灵人就跟 邪者的 爷爷说 迟早都要相见的 不差这一回合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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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心的走 这个 我们会好好照顾他 主持人 这个时候 也对着 那位 爷爷说 你就放心 走吧 反正 邪者还年轻嘛 他能给你照顾了 你那些 这个 还在世的 亲属啊 而且 这个邪者 有先言 能够 这个将来 得到上方 先神的照顾 这个 你可以 放心了 哦 这个 爷爷 最后 终于一走 一回头的 也就走了 另外一个 同龄人说 邪者家老不顺 是不是跟他这个 爷爷也有关系啊 主持人就说话了 他说 他家 那一窝 祖辈的 往生的亲属 全部窝在家里 又呼朋引伴的 找来一群朋友 那 当然 他们家 常常就有 这个事 那个事 尤其是 过年的 那这个 祭局啦 更多的人 家鬼就 引了更多的 野鬼啊 野鬼都是流浪的啊 你拿走一个 还有一大群啊 这一点 非常的 重要啊 希望 有机会 听到 这一集的 学者 都要能够 处理好 别再来 野鬼啦 因为 你家鬼不云 野鬼不来 祝福 大家平安 喜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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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